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奥特曼,自同泽塔这些预告播出之后,奥迷们都变得疯狂起来,原来是加古拉登场,在之前很多次都暗示苍蛇就是加古拉,但这次预告真正将事情砸实,只是感觉剧情不会这么简单,很可能在开播之后有所反转,跟大家说说其中的具体言语。 若仓蛇队长是加古拉,那么这样的剧情也太老套了,而且在演员的采访时,他曾多次否认自己饰演加古拉,若真的饰演加古拉,那他的信用度就会从此下降。 设定中的蛇仓则是地球人,若是宇宙人的他是不会有身份,而且巨线库这样的重要组织,不会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担任队长的职位。 还有这回出场的加古拉很巨大,而在奥部中,加古拉根本没办法直接巨大化,不过在吸收能量之后, 不能以巨大化的形象出详,因此说队长是加古拉有些矛盾,不过具体事情还是要看正片才能知道, 但这个答案不会太早出现,而且后续还会有其他的反应。 其实,泽塔中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杰德奥特曼登场,从预告中已经看到他与泽塔联手的场景, 所以说之前的猜测杰德以反派身份出场的谣言如今不攻自破。 至今为止,泽塔的剧情推动很快,而且每一集都有一定的看点, 不过对付杰德以何种形态出现,他在剧中会有怎样的戏份, 这些都是大家探讨的话题,大家觉得回归后的杰德实力会怎么样,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可以留言关注哦,下期我们再见。